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 2017云期大会的 MangoDB专场的一项分享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左边 这是云期大会的一个主题 其实看英文字母的两个缩小就是AI 然后包括前几天 马云马总也有提到 就是说宣布正式成立的 那个阿里的那个达摩院 这个大家估计都已经知道了 阿里达摩院主要一些方向 它包括那个量子计算 然后深度学习 网络安全 然后基础算法等等等 差不多十来个领域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做一个IT人员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 把阿里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巨头 提出这些方向 对我们个人以后的那个学习 以及研究的方向来说 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指引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说 我们在性能监控这个领域的话 我们上海天大网络的话 我们上海天大网络如何使用mongodb的 然后我会基于这三个主题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因为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一些mongodb的开发者 可能对这个性能监控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懂 然后我大概介绍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数据存储 那就是我们如何存储数据 然后就是我们如何使用mongodb 以及mongodb的一些考虑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 简要介绍一下的话 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监控方案 可能跟平时的那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库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上海天大网的话 是主要设计在两个领域 第一个是那个apm和npm 就是那个业务性能监控和网络性能监控 然后我们主要工作是做那个 针对那个业务保障 然后那个交易关联和那个数据 数据采集和挖掘 然后其实在今天在那个 在准备这个片子之前嘛 我觉得我们在想就是说 如何给大家去介绍这个 这个性能监控这个东西 然后结合今天的话题的话 结合整个就是说 在当前的话 那个当前的那个业界的那个 那个流行趋势下的话 我觉得从数据开始 可能会比较大 也可能会比较关注一点 因为数据 现在我也知道有很多 很多公司 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一些什么分析平台呀 什么的 所以我今天大概会从数据开始 讲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主要就是说 它是基于网络数据的 网络数据的话 在我们整个IT来说 就是其实是流行 IT系统或者业务系统的 所有的数据 都会是成为网络数据 然后大家学过网络都很清楚嘛 它就从底身来说 就是数据传输 然后再就是什么TCP IP 然后再往上就什么HTPS 然后再往上的话 就是业务相关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的话 是我们一个整个产品的 一个数据处理的流程 也是我们整个产品的灵魂 然后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大概会分为五步 然后第一步的话 就是说我们做数据的采集 所以采集 采集什么数据 就是采集网络数据 为什么说采集网络数据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 有很多客户 他就 有他们他的那个业务系统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然后可能开发 也是很早的时间 就已经开发好了 在这个时候 你让他去什么 去采集log啊 这种他可能对他的 整个开发周期来说 他会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他们这个 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发现 但是从这个时候 而且他的业务系统来说的话 他其实就是说 还面临着一些性能的影响啊 那所以说 但从网络的话 抓取的话就 然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然后而且我们这个是 采集的基本都是说 流进网络嘛 肯定是这个过程的数据 它才会流进网络 它不像我们那种 已经存到什么数据库里面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 结果的数据了 当我们采到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就会进行 那个数据的处理于分析 然后这过程中 会有很多东西 我后面会再跟大家讲 然后分析完了数据以后 我们为了方便后期的查询 然后我们会把数据存储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会着重讲一下的 然后再后面就是监控 然后这就是 如果说客户需要说 把这个数据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里面 包含很重要的业务信息在里面 当客户需要这个业务数据的时候 他需要说 我把它涂到 他的大数据分析平台上去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相应的 数据输出的功能 不好意思 那谈到数据采集 我刚刚有讲网络数据 我们大概主要是 我把它大概分了一下类 左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是我们的那个 IT系统的基础架构的东西 比如说像防火墙 前端的那个web 然后应用服务器 包括后面的数据库 然后从那边来看 从左边来看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 业务相关的数据了 比如说我们有ATM的 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 核心交易的系统 然后还有银联 支付宝 微信这样一些接口的 相关的数据 其实这个 其实我们 整个APM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更多的 就是处理这样的数据 然后这样的数据 它有一个 大概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数据 它其实每家 开发的系统都不太一样 然后每家的话 它有它自己的 相关的一个 开发的协议 然后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有 有很多交易模型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种 每个客户 它就会进行 这个交易模型的匹配 然后会把这个 采集到的数据 进行那个分解 然后来做提取 然后当我们提取到 我们想要的 交易的相关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 举个例子最简单 就是我们 交易的信息里面 有一个交易金额 比如说你去银行 取一笔钱 然后会有一个 流水号 然后你的交易金额 你的区块 那账号 就是类似于 这样的信息 然后当我们 把这个信息 抓到以后 然后会做一些 相关的分析统计 分析统计完以后 我们后面还要展示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个展示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比如说 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像这上面 就是我们那个 比如说 今天交易金额是多少 然后其实在我们 新的一个 在前期 在今年9月份 发布了一个 新的产品的话 其实我们 更多的引入了 那个数据分析 和那个数据 那个展示的功能 好 那个今天我们 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在数据 存储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如何去做的 然后以及我们 为什么最后说 我们选Mongo 然后在Mongo 这个过程 使用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碰到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在谈这之前 刚刚有大一个人 提到 就是说 我们有网络数据 然后网络数据 其实经过我们 我们处理以后 它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 三种 然后首先第一 就是原始的数据 原始数据 比如说我们网络 报纹数据 它上面就是 比如说拿HTP 举例的话 就是什么GET POST 然后会有返回的 相关信息 然后被我们处理完 以后的信息的话 就是大概会有 比如说来比交易来说 就是交易类型 交易结果 是不是成功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 比如像这边 它有一个200的返回 然后这些都是 我们处理过的 一比一比的交易的信息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 做完分析统计以后 就会得到像最右边的 然后会是 会有那个 比如说有那个交易的笔数 然后响应率 之类的信息 然后我们这个三种数据 它都各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像有些客户 他们的网络流量比较大 它可能就是 每天都是几十个GB的 每秒钟都是几十GBPS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一天下来 都是几十个TB的数据量 所以这种 而且这种数据量的话 针对客户来说的话 或者针对我们这个系统来说的话 其实它的使用是挺少的 就是说它的查询挺少 但是它不太 就是可能在某一天 或者某个时间点 它会去做一下查询 然后做一些分析 但它不会像这样 实时地去进行查询分析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使用这种 数据库这种 而且使用数据库 也不太可能会存这种数据 所以我们的方式 就是说采用文件系统 加索引的方式 根据时间来做分类 然后第二个就是交易数据 刚刚就是一条一条的 交易的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 这个数据量其实也很大 就是说在针对这种 数据量比较大的客户的话 它的那个数据量的话 就是每分钟都是 上百万或者几百万 那种交易量 而且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客户就是说 因为我不同的交易系统 它的那个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构 并不是说它我有多少个 多少个字段 然后它是每个交易系统的字段都是不一样 有的客户可能说我只要五个 有的是五十个 有的可能是更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讲到 我们在为什么也没有使用 那个数据库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嘛就是说 虽然你前面的数据量很大 但是但是经过我们统计以后 有很多有特征相同的信息 我们其实就会把它 进行归纳总结 然后它其实就 数据量会就很有限的 然后这种数据的话 就会实时来进行显示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采用了数据库的方式 所以针对第三个就是 我们采用那个数据库 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就当时 其实在市场上 有很多那个方案可以选择嘛 然后后面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MongoDB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呢 其实我这边大概罗列几个主流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Circle的 Circle类型的数据库的主流 第二个就是那个NoCircle的 一个主流就是MongoDB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像Yes这样的 性能很好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那个MongoDB呢 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的 首先第一需求的话 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家 做产品的公司嘛 那我们在做 我们对那个 我们对那个数据性的稳定要求会很高 因为我们把产品发布给客户以后 我们不可能后期说 去给客户去维护数据库去 所以说这个第一点 就是我们去 而且我们 我们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使用一个商业的数据库的话 会对我们的成本会有很高要求 所以我们最终的选择就是 我们需要第一个要求就是 我们要 它是一个开源的 然后就是要比较成熟稳定的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业务需求的话 就是那个 基于业务的需求 然后这个 这个里面主要就是说 第一 我们的数据写的量 会远远大于差的量 因为我们把数据收集完 以后写完之后 但是并不会立即去查询 或者查询的时间点 其实是有限的一个时间点 能点数据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 我们那个 我们的数据是 刚刚有提到 就是它没有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构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 基于高可用性的 因为当考虑到一些核心的数据的时候 或者交易的数据的时候 其实客户对这个数据都是很敏感的 当客户 特别是当客户把这个东西拿去做其他用途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肯定是说 对这个数据要求性很高的 所以说像这种集群 这种分片 以及备份的这种功能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然后所以结合这三个数据库来说的话 其实像ES这个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我们也 其实也尝试去使用过 但是发现它极其不稳定 特别难控制 所以说我们最终没有选ES 然后针对第二部分 买色口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买色口大家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结构化数据库 然后它的那个数据类型 就是说你要在 在创建的时候 创建的时候 你要定义好 你是要使用哪些字段 或者几个字段 但是在我们这边的话 可能都是直接在那个 后期来进行定义的 所以说这个数据库的话 像这种色口类型的数据库 对我们来说是 也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的话 我们最后就选择了Mongo数据库 然后Mongo数据的话 就是我们选择数据库 我们还选择去如何使用它 然后我们的使用方法 可能跟一般的那些企业来说 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对客户来说的话 它里面存储的数据的东西 不太一样 然后以及它存储的方式 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目前来说 我们最常用的架构之一的话 就是这种主重备的模式 主重备的模式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块服务器上面 它都是一个单独的 然后当它把采集到了 分析过后的所有数据 然后会汇总到我们的 主服务器上面 而且每台服务器上面 会有数据库和 我们的相应的分析的软件 然后当其中某一台挂掉以后 我们会启用我们的备服务器 然后来进行接管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的 就是如果当客户业务量很大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很快地 进行水平地扩展的 当然有一个不好就是说 当我们其中某一台挂掉的时候 可能这个上面的数据 因为它是分散乘出 在每个节点上的 当这个某个挂掉以后 它上面的数据就没有了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主重备的一个最大的缺陷 但这个也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说有些客户 它的应用量很小的时候 它只需要一台服务器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只用采用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 是我们会针对一些 比较大型的客户 对那种数据要求会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APM这个服务器 就是数据分析与处理这个软件的话 它会有部署到很多不同的上面 然后我们会把数据给玻璃出来的 然后数据玻璃出来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拿一个三个节点的 Mongo集群来说的话 它就会有 就这样的话就会 不会产生我刚才说的 那个数据丢失的功能 然后任何一台MongoDB 当掉的话 其实数据因为它有 那个农余的功能嘛 所以都不会受到影响 那这样的一个 但这个集群对我们这个 这个厂商来说的话 其实最大问题就是说 这么一部署出来 至少的话就是五个节点以上了 然后而且其中只有两个 只有一个节点是在 在做主要的事情 在做那个数据的分析 所以这个部署的成本 对客户来说可能会比较高 第三部分的话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说在使用Mongo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处理 在把我们的产品 给客户使用的时候 我们平时碰到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我主要会分享 大概四个方向 第一个是一个 比较著名的问题 然后就是说 当我们在 我们当时第一次 就是签到那个 这可能在几年前呢 就签到那个WireTag上 采用这个WireTag 这个引擎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那个我们的那个数据库会 莫名的就会 数据库 那个CPU使用率 就会到百分之百 然后就造成整个的服务 都停用了 然后这个其实我当初 当初跟那个叶祥也请教过 然后就是在那个 这个原因这块的话 然后在这样的问题 其实原因有很多 然后官方也没有太多的解释 然后基本上 像平时升级 可能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然后但这样的主要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作为一个企业 企业机软件来说的 企业机厂商来说的话 升级可能不像在一个手机上 升级那么简单 然后这种可能就是说 你需要去做很多那个验证 然后最后找出问题 然后就客户说 好 那我们升级吧 然后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们在 在比较少这些情况下碰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些业户 它会 它会那个观察的维度会 指标会特别多 但是指标多了以后嘛 然后就会造成 某个 某一个文档 就某个Bison的文档 会超过16兆 然后这个 在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 当时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方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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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现数据 有一部分数据显示不出来 就丢掉了 然后最后发现 跟MangoDB有关系 就是这个数据最后 发现它没有存在 我们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最后 去做了各种 我们研发 做了各种研究以后 才发现 最后发现 已经超过16兆了 然后导致了这个问题 然后 官方的说法是使用 Grid FS 然后我们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然后我们就直接是 最后从应用的角度 去做一些修改和限制 然后就这样就会 不会再出现这种16兆 突破16兆的问题 第三种就是说 就是也是我刚刚在前面讲到 我们为什么会采用集群方式 这个集群方式并不是说 我们一开始就说 我们就去 去用集群 因为集群的话 它虽然说 它有它很多好处 但是它的 它的那个 可能它在使用上 可能不如那个单机版 那种使用的钱 那么方便 然后这个也是在 我们有一个 有少数的客户 他们那个数据量很大 而且关键他们数据量 那个离散度很高 导致我们统计 在做统计规种的时候 其实那个相当于 那个规种的那个比例 特别少 特别低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那个数据 单数据库的那个 那个交易记录会达到 几十亿笔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 每次都去查询 客户做一次查询 然后就会 就整个页面都得好几分钟以后 才能显示出结果出来 然后这种 基于这种原因 我们后面就是 也尝试使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然后发现每次都 效果都不容乐观 然后最后也就是说 基于 基于最后的话 我们就说 才使用的这种 芒果集群的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主要会按时间戳 然后来进行那个分片 然后 然后 当然有些客户 他并不是一定是时间戳 然后这个是 就会通过参数来进行配置 有些客户 他都针对某个一个 客户号这种信息 来进行分类 第四个的话 其实我就是我们在 这个是我们整个产品的那个 在设计支出的时候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早期的产品 在数据处理这一块的话 数据分析处理这块的功能 不是特别的 做的不是特别的强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这样就意味着后期 你在去部署实施的时候 你就得去做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你就得去想办法去 做一些运算的功能 然后但是我们的产品 在早期产品 它又没有这样的功能 然后所以说我们基于那个 MongoDB的这样一些 Pipeline的这个技术 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 我们的一些延伸 然后因为Mongo 它有一些相应的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做 比如例子 它有什么过滤 有做变换 就是变换输出形式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 类似的就是说我们会 当然这个并不做使用 我们的Pipeline 并不做使用的是 MongoPipeline 是说借用它这种思路 然后通过这种配置文件 然后会对这个后期 对这个数据进行过滤 和那个处理的 好 最后一部分的话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个 一个数据库监控的方案 前面有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那个数据库监控的思路 跟一般的数据库监控的思路 不太一样 然后一般的数据库的监控的话 会是说我上面会监控 那个整个数据库的那个CPU啊 内存啊 AO的情况啊 然后每条那个Circle 相关的使用信息啊 然后整个数据库的负载啊 它会从这些思路开始 但我们的话没有从这方面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采用网络抓报的话 就会有些限定性 就是说我们是拿不到 是这种CPU的相关信息的 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呢 就是我们定义它为一款 无需访问数据库的那个 数据库的性能监控方案 那我们监控什么东西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那个左边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初的模型啊 我们又把我们最初的产品发布过来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就会看到 就是我们分的几大块 这几大块跟这边不太一样 这边是我们一个最初的模型 我们会关注说 哪些数据库在使用 然后它的相关的 每个数据库的相关负载啊 性能啊 响应时间啊这种 然后就包括 然后再往上的话 就是那个数据库的 每个执行操作 比如像updata insert这种 然后最下面就是 报警的一些相关功能 然后这是我们最初的原型 然后我们后期的话 扩展以后 我们就做成了 我们叫那个数据库的模方 然后这个数据库模方 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不是就像传统那种 数据库监控的思路啊 然后所以说我们会做四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会去看那些 社会相关的信息 也就是像 像就是有那种 就是添加查询啊 删除啊这种操作 相关信息 第二个就是我们针对整个DB 就是哪些每个DB 它都使用的 的那个 查被被使用的 被整个每个DB workload 它的那个 那个响应时间啊 然后包括每条 每个数据 每个表的那个 被查询的次数啊 被查询的那个 这样会后期来说 我看可以就是可以看到说 哪些 哪些数据会使用的 频率比较多 哪些表被访问的比较多 然后甚至 还可以看到是 哪条Sircle 会执行的会比较多 然后已经哪条Sircle 它的那个执行时间 突然变长 去跟前期做一些对比的话 其实这样 也可以发现很多 可以在那个数据库层面 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就会 就会可以更早地发现 那个数据库的相关问题 然后我们还有两大 这个是传统的数据库 做不到的功能 就是说 我们会针对那个 因为数据库的变更 因为一家企业来说的话 其实它有很多 这种数据库 然后它每次做数据库变更 其实对那个管理员来说 其实都是一件 很头疼的事情 然后每次变更完以后 这个变更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他们也都是 只能说变更 变更的之后落干天 才能去观察到这个现象 而我们这边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 会把一个前期运行情况 就是变更前 它的那个整个数据库的 运行情况的运行指标 把它给拿下来 然后 进到后期变更完以后 我们会进行 这个时间的进行对比 然后可以去判断 就是说 这个数据库的那个性能 有没有在 因为这个变更受了一些 相关的影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投产 其实这个是我们有 有些客户他们说 他们在做这个数据库的 投产的时候 就是测试的时候 性能挺好的 然后发现最后 一上线以后 它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好 但是他们又 从 从那个基本面来说的话 可能又没那么快地去 找到这种问题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针对这种 投产这个 专门这个系列的话 我们又做了一个 一个专门 针对上线前和上线后的 一个相关的 一个工具 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一个 数据库的一个监控的思路 然后的话就是 如果大家 我们除了数据库监控的 这种方案的话 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 包括从运维角度 然后从那个运营角度 然后有各种各样方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 那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公司的话会 定期会在上面 会发布我们一些 相关的一些方案 一些思路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全部内容 感谢我们的新闻 然后接下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疑问 有个疑问的话 大家有什么关系 他们这个情况的问题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用MongoDB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内存不断增长的问题 我们用的是WireTag 然后我们设的那个 WireTag的那个Cache 只有30级 但是它会在业务 不断运行过程中 升到60级或者70级 这样好像升到最后以后 会把机器给拖死 我想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这种问题 这种我们有遇到过了 然后这种的话 我们其实 其实就是也都会发现 就是说 这样当有些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它会 数据库再跑了 一般是一个月以后 它就会直接 就是说百分之百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网上 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方法 然后这个具体的方法 我大概忘记了 反正会去对这个内存 进行一些相关的 一些整理 然后会释放这种 相关的内存出来 当然如果说 这个还满足不了的要求 因为我们会 会让客户把这个数据固定 重启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是跟我处理方法差不多 其实真的针对那种 包括像Java这种 Java的那个泄露 包括像其实Mango的这种 其实原理都类似的 就是当你没办法去处理掉这种 这个内存泄漏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的应用程序 或者说你的平时的一些 相关的工具 没法去处理掉的时候 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产品的思路化 因为我们的产品 它并不是说是那种 那种要求365天 实时都在线嘛 然后像一些空间时间 客户其实可以给出很多 那个操作的空间的 所以说我们就会采用这种重启的方式 可能我相信在座里肯定有更多的人 就是比如像叶翔他们也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可能的那个 在处理上可能这方面会强运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呢 是三场演讲嘛 所以说我们三场演讲结束之后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 跟阿里的MongoDB的专家 一个面对面交流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在会后呢 大家如果有类似 这样看出的内存问题 其实有很多解决手段的 就是要case by case看 那在会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 好吧 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的吗 好 那我们欢迎熊总 好 感谢熊总 大家都知道这个MongoDB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数据库 而且它运维起来呢 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水平 比如说我们如何去见索引 对吧 我们索引建的好不好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 可能都多多少少 会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挑战 明明我这个数据库 这个业务跑得好好的 为什么它就是很慢 对吧 资源利用率就是很高 那有可能就是索引建的不对 那作为我们云服务来讲 我们作为这个MongoDB的云服务的 一个提供商来讲 对吧 我们提供最多的 更多的 也是更关注于说 如果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也安排了一场 阿里云的这个技术专家 林云 给我们带来一场关于说 如何去自动化的 智能化的去判断MongoDB 这个索引推荐 还有一些CloudDB的 这个系统的一些实践 有请林云 喂 大家好 我是阿里云的自身开发 我叫林云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 是CloudDB自助排查 MongoDB的性能问题 如果大家有听 昨天的分享的话 也在我们的 阿里Circle那个专场里面 也提到过CloudDB CloudDB相当于是我们 阿里云数据库 整个产品系里面 对于诊断服务的一个统称 所以说大家以后 听到CloudDB就知道 它是做数据库诊断的 然后可以帮用户 自主来排查 在使用数据库当中 遇到的问题 那因为数据库内核的差异性 我们的Masco Mongo 然后以及后面 大家Redis 各种产品线 我们的CloudDB服务 都是内核团队 自主研发的 所以说在 不同的数据库 使用的体验上 的CloudDB诊断 使用体验上 会有些差异性 因为内核的不同 因为数据库 规模的不同 所以我们 比如有些是收费的 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产品功能会 趋向于交互 有些产品功能会 趋向于 比如说通知报告 或者是 一种报告文件的方式 展现方式也会不同 使用方式也会不同 那我这边主要 我这边主要做的就是 基于Mongo的CloudDB 没有介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13年 大学智商大学 机关机学院硕士毕业 然后开始进入我们 阿里云数据库 我首先做的 做了四年的 云数据库产品系的 一个管控服务 包括大家经常使用的 比如实力创建 删除 然后变配升级 然后升级 然后参数变更 比如所有内外网 切换的什么等等 主要涉及 所有产品系的 管控服务 我都参与过 然后今年呢 今年我是这边 开始做 基于MongoDB的 相关服务 那今年我首先做的 就是一个诊断服务 对 然后大致是这样 然后那个 我这次的分享 主要有五个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 我们传统 就现在大家常用的一个MongoDB 的性能诊断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个方法过程中 有什么不足 然后呢 会引出我们CloudDB 诊断方法 相比这个传统使用方法上 我们CloudDB方法 有没有什么优势 然后我会整体的介绍一下 CloudDB基于Mongo的 一个整体的架构 然后它里面主要包括了 两个核心的主要部分 一个是基于 秒级监控数据的一个分析 我们怎么去 我们怎么去 帮助用户去看那些 秒级监控指标 怎么基于那些 秒级监控指标 要发现数据库有哪些问题 哪些瓶颈 然后最后一部分 我们帮助用户 去优化 调整它的Circle 这个是有些用户 可能不太熟悉的 如果用户对MongoDB 使用不是很频繁 或者是这方面不是很 经验丰富的话 它哪怕找到了MandCircle 它也不会优化 所以说我们会提供一个 自动优化的 自动帮用户推荐索引的一个功能 基本上用户就是 我们告诉他借什么索引 他就直接把语句copy一下 他的数据库就优化好了 那我们先 讲一下 我们这边用户反馈给我们 阿里云这个 我们在值班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用户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用户 会发现 他的应用爆错了 超时爆错了 尤其是我们的游戏客户 他们对超时是比较敏感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打王者荣耀团战的时候 对吧 然后你说你现在超时了 瞬间就被秒杀了 所以说对很多用户 对超时是比较敏感 那么 那么这一个超时 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用户 某一条查询语句 他是一个慢查询 而且用户还不知道 所以说就是会导致一个 查询超时爆错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 用户反馈的是 数据库响应很慢 当然响应很慢 有可能是查询的超时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 比如说用户的网络有问题了 比如说 那个我们云数据库里面 可能某台网络交换机 它的网络接口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问题 导致这个数据库 在那个某个时间点 所有查询都很慢 那么 或者是因为某个硬件出问题了 很慢 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查出来的 然后第三个用户反馈的 也是CPU百分之百 但CPU百分之百 也会导致查询超时 那这三个现象 并不是隔离的 实际上鼻子之间 是会有重叠 但用户反馈 一般都是这三种反馈 CPU百分之百 一般也是因为 某一个查询 执行时间很长 导致 导致CPU百分之百 那么用户也需要去 优化查询 然后来降低CPU 那这也是我们诊断服务需要做的 好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传统的一些 性能优化方法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 我们阿里云提供了一个 包括其他云数据库 一般会提供一个免费的 一分钟到或者五分钟 力度的一个性能数据 就是右上图这样 这是个OP counters 就是相当于是 统计了每个时间段 每个平均每秒的 一个查询 更新 删除 get more command命令 这些命令的一个 一个QPS 类似QPS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通过这个图就 右上角一般是 用户经常看到的 就是它的力度比较粗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曲线是很平滑的 就这些指标很平滑的 但是 当力度变为秒级的话 我们看下面那个图 它是很陡的 所以说 当我们力度 达到秒级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 帮用户发现很多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力度是很粗的 比如分钟级的 或者是五分钟级的 那我们看的是个 很平滑的曲线 所以用户如果看 右上角的图 它根本就发现不了 任何问题 但是 通过下面的图 用户发现 它某些时间点的业务 是没有查询的 某个时间点 是突然有高峰的 你看力度是尺壮的 抖动的比较厉害 它不是一个 比较平滑的 不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需要 有这个图的话 用户就可以分析出 它的业务 是不是批量 读写比较多 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读写 那么这个就可以 指导用户去优化 它的应用 优化它的服务 对 那么 传统的分析就是 我们现在常有的 就是一个比较 出力度的 一个需要人工 去分析的 一个性能数据 然后下面 是我们Cloud DBA 整段 就是Cloud BA 这个 包括我们秒级监控 提供了一个 基于秒级监控的 一个功能 然后 第二个传统的 优化方法 大家都知道 我们会使用 Profile 在 开启Profile 功能 那比如说 这里又给出了 一个样例 比如说 那个 在一个客户表里面 比如查询 出生地 比如在北京 深圳 工作地点 在杭州 年龄大于 20岁 然后 按照 那个出生 时间排序 这个 这个查询 我们没有 这个 没有见索引 好 我们在 开启Profile 以后 我们在Profile DB System Profile表里面 就能找到 这条慢查询 那么 人工优化的话 它一般来说 就是在Profile表里面 去查 查最近一条 或者查最慢的一条 来找出慢查询 那当我们找出了 这条慢查询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慢查询 值不值得优化 因为 很多客户 客户分两种 一种是 不知道怎么优化的 还有一种是 知道怎么优化 但是 查到了优化的功能 查到了慢查询 它所有慢查询都优化 对吧 实际上 过度的优化 对数据库 带来的不是好处 是坏处 因为我们知道 你索引件太多了以后 你在插入数据的时候 你的那个 插入性 插入性能会 下降 当你索引超过 十个以后 你的插入性能 会有很明显的下降 就会 越来越多的话 就会 那个性能就会 插入性能就会 下降 这样子的话 也会对用户 性能有影响 所以说索引 并不是越建 越多越好 所以说人工优化一点 就是我们 缺少统计信息 我们不知道 哪些 查询 哪些慢查询 是值得优化的 哪些慢查询 是能够 核心解决性能问题的 这个是我们 现有的 优化手段 说不具备的 然后 第二个 传统优化的 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 见索引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 遇到有很多问题 就是 我们发现 有些用户发现 比如这个慢查询里面 这个查询里面 有出现了三个列 比如说 刚才的profile 出现了三个列 它每个列 对吧 它都知道 见复合索引 那它就是 它就是 按照顺序 比如它就 随机建了一个 复合索引 但是那复合索引 并不一定 建上去了以后 效果是好的 就是 复合索引的列 很关键 就是你的列 排在前面 跟排在后面 对于这个查询 带来的优化提升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有个例子 它 建了两个索引 上面是四个列 下面是四个列 两个四个列 都相同的 只是顺序不一样 查询 还是我们刚才 那个例子 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 右上角这个例子 我们为这个例子 你看我们看 profile里面 这里面看到 它是一个 cost scan的 一个全表扫描 这里 它是cost scan的 一个全表扫描 它没有见任何索引 那么我们对这个 慢查询 我们见两个索引 我们见两个索引 来看一下 就是这两个索引 四个列都相同 只是上面是一个 birthday city 然后就是出生地 工作地 年龄 然后出生年龄日 下面是工作地 出生 出生城市 然后出生时间和年龄 这是四个列 它的顺序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实际上 实际上用户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那个 用Explain来看一下 最后MongoDB选择了哪一个 选择了哪一个索引 它选择的是第二个 它选择了第二个 它第二个 它认为第二个的那个顺序 性能是最好的 所以它选择了第二个 然后它选择了工作地 出生地 然后出生时间 然后年龄 然后它后面有一些解释 但是如果你对MongoDB 不是太了解的话 你并不知道为什么 MongoDB选择第二个 实际上第二个就是好 第二个比第一个要好很多 就是下面那个顺序 比上面的顺序要好很多 如果你的数据量很大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用上面那个 有可能还是慢查询 就是有些 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个客户 就是说 他说 他问 我见了复合索引啊 为什么还是慢查询 然后他把他的索引 发给我们一看 他索引见的顺序不对 就列的顺序不对 导致了他 优化完以后 他还是慢查询 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就是因为 他对这个索引优化的 并不是很专业 然后了解的也不是很深入 那么我们的 然后所以说 这一系列的 就需要一个自动化的 系统化的一个 索引推荐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就是我们CloudDB做的 就是我们使用我们 阿里云 我们阿里云的经验 我们对MongoDB的内核了解 然后系统化的 自动化的给用户 创建了最优索引 优户只要使用这个最优索引 它就能达到最好的 慢查询优化的效果 这样子 然后这边提到了 对 然后这个 最之前的一些问题 做了一些总结 这创造方法呢 因为我们的MongoDB的DBA级少 我们包括中国 就是对专业做MongoDB的DBA 是比较少的 如果大家这里有认为 自己Mongo了解的很多 基于DBA经验很丰富的话 也欢迎线下我们联系 然后 所以说 但是我们那个 性能数据分析 跟慢查询优化 一般来说都需要人去做 如果你没有 这个CloudDB服务的话 需要人去排查 需要人去分析这个性能数据 需要人去分析慢查询 那我们知道 如果你专业 这方面了解不是很深入的话 你分析 你哪怕见的索引 都不是最好的 你分析的性能数据 哪怕给你秒级监控 你也分析不出 到底那些指标曲线 到底是什么问题 什么原因造成的 并不知道 所以说这就是 传统优化的很多不足 那么我们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是 我们的DBA 哪怕用户招到DBA了 MongoDB经验很丰富的话 那我们知道 DBA的人工成本 是比较贵的 何况是一个 业内比较少的人 人才越稀缺 越昂贵 所以说 这个是很昂贵的 甚至是 比你买好几个 高规格的 MongoDB 都要昂贵 昂贵很多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的慢查询 是缺少统计的 就是我们去优化 一个查询 我刚刚也提过 我们优化一个查询 去找到核心的 影响性能问题的 那个慢查询 是需要数据统计的 不统计 我们是 我们随便去优化的话 只会出现过度优化 所以说我们需要 基于统计的指标 来发现 最需要优化的 那些慢查询 那么这是需要统计的 传统方法 你只是看那个 profile表 你是没有统计信息的 你只是随便 捞了最慢的几条 你也不知道 那最慢几条 是不是 它很可能是 某一瞬间慢 那一瞬间可能是因为 比如网络问题 或者数据库 压力负载高了 导致它慢 但你那个 那你那个查询 每天执行 比如几万次 或者是每天 那个查询 只执行几次 那么这个 这个选择 选择和关键的查询 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 这就引出了 基于前面那些问题 和用户并不知道 去如何选择 关键的慢查询 以及这个 不知道如何去优化 这些慢查询 那我们的Cloud TV 诊断方法 就给出了一个 系统化解决方案 我们帮助用户 去自动 去分析那些 秒级指标数据 去帮助用户 去做索引推荐 去找出 帮用户找出 最慢的慢查询 并且给慢查询 给出我们 最优的一个索引推荐 然后我们还会 发现用户 查询过程当中 比如说 遇到那个查询 可能有可能会触发 我们现在已知的 常见的一个 MongoDB的 一个内核bug 它可能会 导致你的查询 没有 本来见了索引 它没有用索引 我们会帮助用户 去改写那些 Ware条件 比如大家知道 MongoDB的Ware 它是不会走索引的 我们后续会给用户 一个改写的方案 去通过改写 达到同样的 查询业务功能 但是能够有 使用索引 性能比较优 我们还会帮用户 去检查 它的配置 是不是性能最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 各种 MongoDB的参数指标 数据库大家都知道 指标特别多 如果不是专业的话 根本就不知道 那几十个上百个指标 如何优化 我们会帮用户去检查 我们未来还会希望 能够基于用户的 使用情况 还给出最优的指标 这个是 CloudDB的架构图 最左边是 我们云上面的 很多的MongoDB的实例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MongoDB的 这些实例呢 基于 我们会有两个服务 去采集信息 我们的秒 监控服务呢 会采集那些 秒级的监控数据 比如说有 OB counters 有全局 全局锁 有一些catch 我们还会去采集 比如说 WearTag里面 内核的很多数据 很多信息 比如说WearTag里的锁 WearTag里的catch 所以说我们是 包括Server层 跟MongoDB存储引擎 跟WearTag存储引擎层的 所有的指标数据 都会给 帮用户采集 那么采集的这些 秒级监控数据呢 会通过 API的方式 提供给我们的 控制台 以后登入控制台 就能够看到 秒级监控数据 对 然后下面的是 然后我们秒级监控数据呢 会通过我们现在 MaxComputer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阿里云的MaxComputer服务 然后来做个 批量的分析 然后得到 得到一个 秒级监控的分析结果 我们会帮用户 去分析那些指标 来挖掘那些指标 之间的关系 来帮助用户找到 那些指标 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甚至还会 未来还会给出 那些指标的优化建议 那下面一个呢 是我们的 审计日志服务 我们会 我们 我们那个 在MongoDB的 MongoDB实例的主题上面 会有一个 就是审计日志的 采集服务 我们内核 会把审计日志 给它吐到一个 文件里面 然后做采集 那我们采集里面 会采集所有的 慢查询 Slowlog 我们会 把这些Slowlog 放到 阿里云日志服务里面 然后用户 可以查任何 时间段内 它所有的慢查询 包括它的 审计日志 然后我们的MassCompute 也会读 这里面的 慢查询 然后做 我们刚才说的 统计分析 我们只有 统计出来的数据 统计出来的慢查询 我们才能知道 什么是最关键的慢查询 然后我们这边 会有一个 索引推荐 验证服务 就是我们还会 我们不仅把慢查询的 和慢查询的索引报告 发给用户 我们还会有个自主的服务 去验证这个慢查询 验证 这个慢查询 一旦这个慢查询 这索引建了以后 用户慢查询 是不是真正的 消失了 这个服务 是一个验证服务 它会 它会创建 它会 它会反馈到 它不是直接操作 用户数据库 我们会 我们会创建一个 新的实例 然后来在那新的实例上 去验证 我们的索引推荐 如果效果成功 效果好的话 和效果不好的话 会反馈到 我们这边的 索引优化的服务里面 我们会 我们会继续的提升 这个索引优化的 一个效果 然后 这个是我们 Cloud DBA的 那个秒级监控 我们这边 秒级监控分析呢 是基于我们的 秒级数据 秒级数据 是个力度很细的 它达到秒级 而且我们的 采集指标 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Server层的指标 还有存储引擎的指标 而我们 我们的分析服务呢 是希望能够 自主地发现 指标异常的极致点 然后甚至会发现 指标数据的相关联性 比如说 我们这有三个 秒级监控的图 如果用户 直接看到这三个图 大家可能 大家是能发现 这三个图是有规律的 而是有关联性的 比如说在 8点45分跟9点半的时候 三个图都出现了 某一秒的瞬间的时候 它的值是飙升的 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图飙升了 那这三个图 因果关系什么呢 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这三个指标 到底谁是因 谁是果呢 大家只看到 三个图的现象 并不知道 这三个图 到底能告诉用户什么 或者用户能从中得到什么 用户怎么知道去优化呢 并不知道 如果你只是看到 这个监控指标的话 哪怕你力度很细 用户也不知道怎么去发现 好 那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 右上角的第一张图呢 是WellTiger的一个 并发的一个事物 事物指标 那么它这个事物在 这两个时间点呢 它都达到了最高值 大概这里是 应该是130左右 那它是一个写 写事物 就写事物的一个图 因为我这里是黄线 黄线它是写事物 那么右下角呢 是一个连接数 连接数的一个指标 那么它在这两个时间点呢 比如说也是达到了极致点 一个是220 230吧 一个是 一个230 一个220 左右 那么左下角 左下角是一个 是一个全局锁的一个 队列的排队情况 那它这两个指标 在这两个时间点呢 一个排队是大概 一个大概是115吧 110 一个大概比如说 90的样子 这个三个呢 实际上告诉我们了 都跟写有关 因为这三个都是写 不是读 只要说 右上跟左下 都是写 一个是写的事物数 一个是写的 对列的排队情况 下面一个 右下角只是个连接数的情况 如果你对 WireTiger跟 那个MangoDB 比较了解的话 实际上 这里面的 或者是大家 如果对数据 比较敏感的 实际上发现 瓶颈实际上在 右上角那个图 因为右上角的图 在那两个时间点 都达到最高值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 它的那个 WireTiger的 那个写的事物数 达到了最高值 那可能是 它WireTiger的配置 比如说 它的写的并发度 就是有130左右 当你达到130以后 它的WireTiger 存储引擎 它在写的时候 它就达到最高值 它就 它就没法 并发度再高了 那所以说是 当用户写的 请求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WireTiger 存储引擎 曾达到最高峰 那么左下角 当WireTiger 写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那它Server层的锁呢 锁 写锁的排队呢 就要排队 因为存储引擎层 写不下去了 那你只有Server层 做排队 那么你排队的时候 你排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时间点 它的排队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排队了 100多个 右边是排队了 90多个 那么 那么这个 排队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 排队以后呢 它的当前的连接呢 就不会 就是在排队 那么新连接呢 又会进来 那么它的连接数 也是会增加的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呢 它的 因为 因为锁对列在排队 所以说 它连接数 自然会增加 所以说 就导致了 右下角的结果 就是右下角呢 就是它的连接数 增加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 递进关系 就是一个WireTiger 事物 事物写满了 然后导致锁对列增加 然后最后导致连接数增加 那么它的核心原因就是 它在某一个瞬间 它的批量写过多 那么优化方案就是 用户的那个 应用的写 尽量要均衡一下 就不要 某个时间点的写 并发度过高 那这就是 这个 如果 通过我们的 分析服务 暴露给用户 就是 帮用户尽量 写要平滑一点 不要 不要瞬间太高 这是只有我们得出的一个 对用户有价值的结论 而光这几个图的话 可能用户 也是一脸懵 一脸懵B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 对 然后我这个继续再说一下 就是 那我们知道写 写 写 在那两个时间点 写最高 那么用户又会问了 到底是哪些 我的哪些服务 在那个时间点写 因为用户知道 用户的一个 业务应用比较大的时候 他甚至他都不知道 那个时间点到底是 哪个子服务 做的写操作 对吧 他也不知道去 你告诉他去优化 写到底 他优化哪个子服务的写呢 哪个应用的写呢 用户不知道 那我们这边 会结合用户的审计日志 来告诉他 那两个时间点 到底是哪些 哪些 哪些写 有哪些写查 写的事物在做 我们会把他的查询的 那个写的那个 预致 写的查询 告诉用户 说你这些 出这两个时间点 批量写 有哪些操作 告诉用户 然后用户看到 那个写查询了 他自然就能定位到 他当时是哪个服务在写 就这样串起来了 所以说这也就引出了 我们第二个 就是我们需要 审计日志 然后我们 审计日志 上一个问题是写 那么 还有一种场景 是用户去读 应该说大多数 用户的瓶颈是在读上 而并不一定在写上 那么 在读请求上的话 我们审计日志 如果用户想优化读的话 光看审计日志是不够的 我刚刚之前也提了 因为这么多慢查询 审计日志的慢查询 并不能告诉用户 去优化哪些查询 也并不能告诉用户 这些查询是如何优化的 所以说 解决读问题 我们就需要我们的 索引推荐功能 那我们现在索引推荐 会提供两方 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希望是离线的去推荐 我们会每天为 所有MangoDB实例 去生成一个报告 这个离线功能 实际上现在已经适用了 就是将有几十个用户 几十个比较大的用户 现在已经在用我们的 那个索引推荐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 也在做的是一个 准实实的一个索引推荐 因为离线的话 是一个离线批量运算的 一个索引推荐的服务 就是MassCompute 我们会使用我们的 计算引擎 为用户达到一个 准实实的索引推荐 比如用户突然慢了 突然 突然业务卡了 他不希望等一天以后 一天以后告诉我 那天到底是哪些查询是慢的 他希望查十分钟以前 他到底哪些查询是比较慢的 优户希望准实实的得到 一个索引推荐 准实实查到慢查询 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的 准实实的一个索引推荐功能 这个也是后续我们会推出来 然后我们的索引推荐的 整个的一个处理流程 主要是下面这四个 我们通过 通过获取审计日志 来对审计日志进行一个查询模板化 模板化主要是剔除用户的业务数据 然后来达到统计的功能 统计的效果 如果我们知道那些查询 如果包含很多用户查询 上年是没法统计的 因为它每个查询都不一样的 每个查询因为这个查询查小名 那个查询查小红 然后根本就不好做我们数据库的一个group操作 不好做统计 那么我们需要模板化 模板化以后 我们基于模板化统计出的一些数据 然后来够 就通过那些统计出的数据 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选出核心的曼查询 然后我们会给这些核心的曼查询提供 所有推荐 甚至我们还要提供查询改写 帮助用户的查询做很好的优化 我们审计日志呢 大概是现在下面这样子 比如说上面给出了一个样例 这样例跟之前的样例是一样的 就是出生 出生地 工作地 年龄 出生年龄日 那么下面是一个 审计日志的 这个查询的审计日志 如果用户没有这个 之前没有这个Cloud DBA的所有推荐服务的话 用户需要自己去分析这个审计日志 我们知道这个审计日志 很可能用户对里面很多参数并不了解的话 实际上哪怕拿到了这个慢查询审计日 用户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如何去优化这个查询 这里面信息 这里跟审计日志实际上提供了很多信息 但是如果你对指标不了解的话 你也是不知道如何去优化这个慢查询的 那实际上这个 这个我简单做一下分析 那实际上这个ATAP就是一个SlowOP 教人告诉你这个查询超过了100毫秒 因为当查询超过100毫秒的话 我们会在审计日里面把它定义为SlowOP 就慢查询 那么这个查询是一个查询操作 然后操作了这个表 Test Staff表 然后它的查询命令呢 就是一个Find的一个查询 然后它查询的是Staff表 然后它的查询过率条件呢 是这四个过率条件 然后它最后做了一个Slow的排序 然后这里面有个Kiss Examine跟Dogs Examine 这个后面我们会说 核心指标就Kiss Examine Dogs Examine 还有一个Hazard Swatter Stage 这些是这些参数是我们需要统计的 因为这只是一条Circle 我们要算平均的统计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更犀利度的指标 比如说一个是否锁引被用进了一些锁的机制 然后后面还有个返回的行数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执行计划 比如说执行计划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这里面一个Excued States 这是一个执行计划 如果你打Explain的话实际上跟执行计划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首先对这个查询做模板化 就我们模板化实际上挺简单的 就是把业务数据给去掉 那我们业务数据用那个 斜杠Val表示那个业务数据 把业务数据给剃掉 然后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模板化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刚刚通过审计日志呢 我们能够知道很多指标 我们刚刚有说过 那个每个审计日志里面有执行时长 那么模板化以后 我们对这个模板化的所有的审计日志 我们需要做统计 那统计完以后我们会知道 比如说那个用户一天可能有几百个 带模板的慢查询 那我们对每个模板呢 算平均的执行时间 平均执行时长比较好理解 然后平均的文档扫描次数 就刚刚看到的Dogs Examine 平均文档扫描次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户一个慢查询 它在我们知道一个数据库里 它有一个是主件的一个 它有一个主件的一个文档的一个数 然后还有一个所说的所影数 那就是你扫描 就主件文档的那个数 扫描次数 就是这里边的文档扫描次数 如果你是call scan的话 全描扫的话 那它的那个扫描次数 一次查询扫描次数 就是整个表的那个行数 那么第三个呢 是所影扫描次数 所影扫描次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户 这个查询它如果能 当前用户有所影的话 它那个查询走所影数的 那个记录数 当然我们知道 无论是你走文档 全文档的那个扫描 文档数结构 或者索影数结构 你走得多的话 说明你的慢 你的那个次数越少的话 说明你的查询效率是越高的 所以说有一种场景是 我们刚才说的 之前见了两个索影 如果当你见了一个 不好的索影的时候 你的这个索影扫描次数 是很高的 就是如果你会发 就是你见了索影 但是你的索影 那个并不是好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索影扫描次数 是很高的 但如果你没有见索影 那你的那个文档 扫描次数是很高的 所以说就是通过 这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能判断 你有没有见索影 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指标能判断 你的索影 走 见得是不是好 所以当你算了 平均这个值的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 这些数据就能知道 你的索影到底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会用 我们的规则引擎 来帮用户推荐一个好的索影 那我们第四个是 平均返回行数 这个平均返回行数 跟前面两个 就是有很强的关系 比如说你最后 返回了两行 但是你的文档扫描次数 跟索影扫描次数 都达到一千 或者一万 那就说明 你的索影见得不好 或者是没有见索影 然后第五个是 是否使用内存排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你在做查询的时候 然后你 你如果通过索影数 读出来的数据 本身就是已排序的 那么你的内存中 就不需要排序 直接返回给用户 当你从索影数里面 读出的数据 或者你从文档数里面 读出的数据 并不是用户希望的 那种顺序的话 那么MangoDB 会在内存中 帮数据做排序 排序完结果返回给用户 那么在内存中排序 是很占CPU的 所以说 当这个指标是 当你使用了 内存排序的话 那么说明 你的查询是 肯定需要优化的 然后后面是 你最近一次执行时间 这个是 这个就是 不只是一个展示效果 就是用户 用户大致了解一下 这个最近执行一次的时间 大概多少 然后最后一个是 我们还告诉用户 这个慢查询的 一个执行计划 就是相当于是Explain 就用户不需要去 人工去Explain了 用户看这个 审计日志就知道 他当时那个查询 到底他的执行计划 是什么样的 这些都会在 审计日志里面 提供给用户 然后我这边给出了一个 选择最后索引的 一个基本规则 规则有很多 我们CloudDB有很多的 索引推荐规则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 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规则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规则 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当发现等号操作的列 要排在前面 然后接下来排 印的操作的列 那印这个操作的列 实际上是有要求的 当然你的印 查询印里面 元素不能特别多 当你元素太多的话 元素一般 这个元素多少是 跟你的总的一个 文档数的一个比例的 当然你的一般来说 绝大绝大多数 一般印的那个查询的 那个操作的 元素数不会特别多 所以说印一般 绝大多数是排在前面的 然后接下来排 sort的一个列 然后最后再排 你的查询的 一个范围的操作 范围操作包括什么呢 包括 not in greater 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包括一个 regress的 就是一个 证则表达式 那么那个 那么 基于这个规则呢 我们再看一下 之前的那个 之前的那个 模板画后的一个 查询的样例 那我们就按 套 就简单的套 那个上面基本规则 我们就知道 对吧 这个等号 就是work city work city是等号 那work city排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印嘛 印就是 就是出生地点 出生城市 那出生城市 排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 那个排序操作 排序操作 排序操作放第三个 然后最后 是上面的一个 范围操作 那范围操作 就是年龄 就排最后一个 所以说 基于这个基本规则 我们对这个 简单的一个 一个样例 就能够推出 最右索引 最右索引 但 但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比较复杂的规则 比如说 我看后面有没有 后面可能还有吧 就是可能 比较复杂的规则 比如说aggregate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 索引推荐的一些规则 然后包括 还有一些 where 还有一个 我还没有说 all操作 all操作 有可能会触发 触发 那核的 现有的 3.5版本以下 都有一个 all操作的一个bug 就需要做改写 就是哪怕 你套论这个规则 你套论这个规则 不是你 all触发了 那核bug的话 哪怕你套论这个规则 就创索引了 会发现 all操作 并没有 并没有按预期 走你的索引 那是因为 这就是因为 内核bug需要做改写 需要做改写 我们后面 也会有 也会有实例 那我们 那我们的 所有推荐呢 主要是 难点呢 就是因为 我们需要 需要做 审计式做解析 我们要提取出里面 一些 比较复杂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分 提取出里面的where操作 提出里面的all操作 提出里面的 我们基于之前的那些 那些列给那些操作定 定类别 那个操作到底是 硬类型的 还是等号类型的 还是 还是范围类型的 还是查询类型的 我们都希望 对那些指标做分析 那些列做分析 然后做解析 然后才能推出我们的 才能做索运推荐 第二个呢 是那个统计 运算量比较较大 因为我们的那个 审计日誌 是很大的 比如说甚至KB级的 那么当你的 慢查询很多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统计 量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那个 做云服务的话 我们的实力数是很多的 那么对所有实力 都要做离线分析 甚至是我们希望 未来通过准时分析 那这个运算量 为了帮助用户体验的话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 运算越要越快越好 那么所以说 这个在短时间内 做这么大量的统计 我们需要计算引擎 去帮我们做快速计算 所以说这个 计算量还比较大 然后我们还需要 基于很多我们的规则 来选出最优索引 这个也需要对我们MongoDB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才能选出最优索引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审计日誌 就是一行记录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的云服务 要对所有实力 做慢查询统计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Gb级的一个实力 大概慢查询比较多的话 Gb级的操作 Gb级的数据量 然后几十万 几百万条慢查询 然后这个是我们服务 给出的一个一个 所以推荐样例 就是目前我们试用版的 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的样例 然后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慢查询 给出的一个结果 那么他这个给出的 就是之前也提到了 比如说集合名 比如说这使用什么操作 比如说模板画后的 查询命令 然后它的排序命令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边 为这些这个慢查询 做统计以后 我们算出了一个 平均执行时间 比如说九百多毫秒 然后执行六次 然后总时间 然后平均文档扫描 然后行数 平均索引扫描 我们对比 你看这个平均文档 平均索引扫描 行数都这么大 然后它返回的又那么小 中间做了 中间还有个内存排序 那么明显 它很可能 很可能是就是全描扫 应该就是全描扫 然后我们这边给出了 给出了索引推荐 我们看下面 给出了两个索引推荐 为什么给出两个索引推荐 因为它用的是out操作 用out操作的话 实际上 out里面有两个 所以说 所以说实际上 它的查询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分 你可以认为 有out操作 它就是有多个独立的查询 那么它见的索引 它也是见多个 那么我们这边 还给出了一个 注意事项 就是它这个out查询 触发了内核的bug 然后我们会对这个 这个bug我们会给链接 用户 这个是一个官方的一个bug 它在三点五 五点几的一个版本 才进行了修复 目前 目前现在 云厂商的mogodb 都应该都有这个bug 只有升到三点五三点六以后 这个bug才会被修复 所以说目前如果大家用all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bug 这个bug实际上 它的 它是什么场景下 就是会触发这个bug呢 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当all在 最外一层的时候 我们说最外一层的时候 那么这个all 除了 最外一层除了all以外 还有其他列 比如说这里 除了all以外 还有actionID 还有UID 还有time 在最外一层 它不是唯一的一个all的话 它就触发了bug 就是 还是比较 比较常见的 至少在我们发的几十个用户 试用用户里面 还是有好几个 至少有 至少有两三个吧 触发这个bug 这比例还是不小的 那当触发这个bug的时候 就是说 你哪怕按我们的锁影 去见锁影 它mogodb 不会走这个锁影 或者说它走的锁影 效果 没有我们预期的好 就很可能 它这里面 只 只用 只 只走了前面 比如说你 走个复合锁影 四个列 都走锁影的话 效率是比较高的 但因为触发了bug以后 它只走前面两个列 是走锁影 它后面两个列 是全表扫 这样吧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 导致你的性能 没有达到预期 那么改写呢 就是我们这边提供了 改写命令 而且这个改写命令 也是自动生成的 就是给你报告里面 就有这个改写命令 改写命令 我们是基于你的 查询命令 来自生成的 一个改写命令 然后你只要把 你的代码里面的 那个查询 按照我们的改写命令 去改的话 基本上 这个bug就绕过去了 然后我们后面 还会推荐 比如基于where的 基于no的 这种 这种 这里后面应该有提过 这里有提了 后面就是说 除了all操作的 all操作和触发bug 这个改写 我们还提供了 不支持索引 推荐的一些 操作的改写 比如说我们对where 我们知道where操作 它是不走索引的 那么我们也会提供 改写建议 包括no这个操作 它也是不支持索引的 包括aggregate aggregate命令的话 它里面也有一些 如果大家对官方 MongoDB比较了解的话 会知道 只有排在前面的match 和sort是走索引的 如果你的那个 比如说你把grouper 放前面了 或者是 或者是你 对 然后很可能match放后面 它就不走索引了 那如果你把你的业务 做一些改写 把match和sort 放前面的话 它就走索引了 实际上这个 这个走没走索引 对性能的差别 是非常大的 对 然后后面 到了我们的 索引推荐的 一个验证服务 用户呢 我们知道 并不是所有用户 都会按我们的 索引推荐去 创建的 去创建这个索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用户的 数据量并不是很大 或者是 有些用户 它对查询 查询响应时间 并不是很敏感 我们有用户 有用户就是 执行几秒 几十秒 就是它也不去优化的 也有 就是它对那个 查询不是很敏感 它很可能 核心业务不在这里 所以说它并没有去优化 但是我们需要 去帮用户去验证 这个索引推荐 这个也是反馈 我们对索引推荐的 一个改进 持续的优化 所以说我们会去验证 这个索引推荐的效果 我们怎么验证呢 就是我们基于用户的数据 去克隆一个用户不可见的 一个MaoDB实力 那这个当然不可见 自然肯定不会给用户收费了 就是我们后端管控服务 会自动 就是我们的验证服务 会自动去触发 这个克隆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不可见的 这个MaoDB上面 去按照我们推荐的索引 去创建这个索引 然后我们会验证 这个慢查询 是不是帮用户消除了 如果没消除的话 会反馈到我们服务里面 我们会去研究 为什么这个慢查询 没有被消除 所以说我们这个CloudDB服务 是会保证帮用户 解决慢查询的 有可能用户 有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慢查询没有被消除 我们也会 后面反馈到我们服务里面 比如说用户的那个实力 它的规格确实太低了 导致我们优化完以后 它还是慢的 这个我们也会反馈 我们也会在后续的服务里面 告诉用户 是不是应该升级了 或者升哪一个规格 升到哪一个规格 升CPU还升内存 还升连接数等等 对我们会验证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 适用阶段的推荐 所以已经适用了 一个月了 然后按照我们 所以推荐去创建用户的 基本上慢查询 都是明显下降 有一个关键用户 有一个慢查询 比较多的一个用户 我们发现 它按我们的 所以推荐去创以后 它每天减少了 90多万条慢查询 然后这个慢查询占其总量的 99.5%以上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慢查询比较多的用户 好 谢谢大家 什么问题 这个同学 你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也做了 MangoDB的监控系统 但是我们的监控频度 是分钟级的 因为我们当时考虑的是 每秒去采集数据的话 可能会对MangoDB 本身就造成性能影响 因为你从分钟变成秒级 就是相当于成了60倍 那你们这个 CloudDB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去采集这个数据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说你们 如果说因为一些读写 比较大的MangoDB实力 那可能会你发现 慢查询里头 最大 引起你的慢查询的是 所等待 并且是全局的所等待 那如果说是你们发现 这样的情况 会怎么去 建议用户去优化 谢谢 第一个呢 是我们在那个 秒一监控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长连接 然后我们相当于 每次查那一秒数据 就是一个命令 就是Service Status去查 就获取那个所有指标 但我们知道 可能不是所有指标 在那个命令里都有的 那所以说这个 我们对内核做了一些优化 我们会把 所有在那个命令里面 一个命令就获取所有 包括MangoDB 包括YTag的所有指标 一个命令就获取出来 所以说找一个长连接 执行一个命令 实际上这个 对数据库的影响是很小 很小的 第二个那个 第二个是那个 是那个排队比较多是吧 对我们排队比较多的话 就是我们会 把那个异常的时间点 我们知道 那个时间点排队比较多 我们会结合查询审计日志 来发现那个时间点 到底有哪些血比较多 会告诉用户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用户 去平滑他的血 建议用户平滑他的血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这个吗 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说这个秒级监控 和原来分钟级是差了60倍 对吧 这个其实确实是很难的 尤其是说作为用服务 我们量很大的时候 但这个难点并不在于说 我MangoDB如何能 一秒钟我吐一次 这个SourceStatus的数据 这个一秒钟吐一次 其实代价对它有时候很低的 但这个最难的点是在什么呢 在于说 如果我把这么多的数据存起来 大家可以算算 SourceStatus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试过 很长很长 有几百K吧 对吧 我一秒一次 想想 如果我存一天 存一个月 这是多少个数据量 其实它在存储上 然后存储之后 如何能快速地 把这本数据再拿回来去查询 对吧 我想查24小时的 我一秒一个点 就是多少点 前端都显示不了了 所以说它的难点呢 可能是在于更后面这部分 那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 就是今年的 MangoDB的成都用户会上 我们那个 陈克任呢 去做了一次 关于这个怎么做的分享 这个大家有兴趣 可以回去去搜一搜 应该能找到相关的PPT 如果实在感兴趣 他今天也来了 一会儿可以跟他 在深入地交流一下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说全局所 是吧 全局所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全局所的 那一旦有全局所呢 其实并不 这个你怎么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你怎么去优化了 可能是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 在键锁眼啊 对吧 或者在修改你的整个DB 做DDL啊 可能这时候有全局所 那还有问题呢 就是说 有可能说你被节点 在拉数据的时候 有全局所 这是我们已知的几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那对于第二个 就是被节点 去拉数据的这个沉浸所呢 这个其实我们是在内核上 进行一个优化修改的 那这个要从它根本的原理上 去着手去解决了 其他同学吗 后面同学 我想问一下那个 讲师就是说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 芒果DB在阿里云上的 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嘛 RDS里面 RDS for MongoDB 这个产品的用户 大概用了快两年嘛 我们原来也是从 云主机上面自己去部署 自己去运维 然后迁移到这个RDS里面去的 原因也是主要是因为 因为混乱度有点高 然后IO瓶颈啊 ECS这些问题比较多 前过去用了之后 感觉还可以 但是也像你所说的 就是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索引这一块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学习怎么去优化 这个芒果DB的索引 然后我想知道的 就是CloudDB 这个这是个产品 还是个服务 我们现在先会 以服务的方式 放在芒果DB里面 但是我们整个数据库 产品系里面会有一个 CloudDB服务 就产品推出来 独立的 也在做独立的产品 但是芒果DB这块 会先以服务的方式 明白 整合进来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芒果DB 是放在VPC里面用的 然后现在就是 包括阿里自己的DMS 都不能连VPC下的芒果DB 这是个你们自己 没解决的问题 我想知道 如果说想要通过 那个CloudDB 去做我们芒果DB的 这个RDS芒果DB的 这种就是运维监控 和智能推荐的话 你们目前是通的吗 对我们通的 包括VPC下面的吗 对是的 现在VPC下面是通的 因为我们是内部的话 是对我们内部 现在是通的 肯定我们不通的话 怎么帮用户去诊断呢 所以说我们肯定 肯定是多通的 VPC跟今天网络 对我们都能通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 去咨询一下 就您刚介绍的 就推荐那个索引的 那个问题 就是说 您也说了 就是说索引 一个集合里面的索引 多了之后 会影响到写入效率 对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一个集合里面 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 字段或者说键吧 可能有50 60 假设啊 但是我们面临的 就是业务环境 是极其复杂的 它有可能会组合成 很多很多种查询语句 到你 就是Cloud DBI 是有这种能力 能够说 在索引的数量 和写入性能之间 做一个比较好 高性价比的一个 就是平衡性的推荐 比如说 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 它给你最终算出来 告诉你 就是你这个数据集 可能你为了保持你的性能 写入性能 我给你推荐就是9条 那个索引 还是说 你希望查询的更快一点 我给你 索引推荐的更多一些 这样相应的写入性能 第一点 就这种问题 你们是有预案考虑的吗 对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然后实际上 我们也之前 在做索引推荐的时候 非常想到这一块 就是我们不仅为用户 比如说我们用户 给用户反馈 比如说50条慢查询 对吧 如果都很慢的话 都是关键的话 我们现在报告里面 是每一个都推荐的一个索引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考虑 是帮用户去压缩这个 实际上我们推荐的很多索引 比如说它很可能有 它是前置的 比如说前面建五个字段 比如ABCDE 然后后面是用 后面也用ABC对吧 那后面只用三个字段 那实际上很多字段 是可以合并的 对 我们会做整个数据库的 一个不同的索引推荐做合并 但是因为用户业务自己使用 可能它有很多是不能合并的 这个我们 我们就是对不能合并的这块 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去考虑 但是我想这个是用户的问题的话 肯定我们会 我们后续会花时间去解这个问题的 对 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再细节沟通 好的 谢谢 回去运用看 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MonoDB的ClubD 所有推荐 其实已经是 在部分的批量 发送给一些客户了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想要这份报告的话 其实可以一会儿会货去联系一下 然后留下那个UID 然后我们就可以 每天去帮你去发一份报告 目前现在属于这样的 版本迭代状态 然后关于VPC呢 我们全线产品 应该都是已经知VPC的 包括DMS 我记得应该也已经是支持了 DMS应该已经支持VPC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 关于说这个就是 索引 总是说这个问题是比较宽泛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有比较好的一个索引推荐 对吧 但毕竟这个原来是靠人啊 是非常高智商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说 就是提高我们所有推荐的这个效果 其实要不断地去迭代的 像刚才那个同学讲的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那个trade off的问题 对吧 我见得多了 对吧 有可能好 有可能不好 但好不好 其实说系统上 有可能 不是说很快地能帮你去自动地判断 这有一部分呢 也是需要说我们业务自己去决定说 我到底是偏向于哪种类型的 当然了他也会把你整个的这个访问的频率 告诉你说 你到底是写入类型的多 还是读取类型的多 做个简单的推荐 具体的更细节的优化呢 可能还是要人肉地去介入说 我到底说 trade off 到底往左偏一点 还是往右偏一点 好奇他同学问题吗 好 那我们感谢林云为我们带来精彩演讲 谢谢大家 大家都知道 这个现在是一个智能化时代 大数据时代 所以说 在接下来一场呢 也为大家请来了 来自于NTT的冯志海 冯志海先生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场 关于说 如何去做 利用Mogodb 解决一些智能化分析 用户分析的一些场景 大家感谢一下 大家好 我叫冯志海 我来自NTT Data 然后呢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 关于用Mogodb来处理 大量级用户行为数据 我这次演讲呢 主要是基于我们 NTT Data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 企业数字化营销平台的一个应用来 展开来讲的 然后今天我主要分这四大块来讲的 第一个呢 就介绍一下 NTT Data的 企业数字营销平台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它主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讲一下我们平台的一个架构 然后第三块就是说 我们在选行的过程中 我们为什么来选择 用Mogodb做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 一个部分 然后第四块就是讲 我们在整个我们解决方案的 过程中 我们Mogodb的一个演进过程 第一块讲这个 企业数字营销平台 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NTT Data推出这个解决方案呢 在我们现在的企业中 我们有公司会经常来开展一些活动 开展这些活动都是基于第三方来进行的 然后呢 这个活动的结果呢 是企业经常是会得到一个报表 或者PPT 是关于这次活动的它的一个效果 但是有时候企业会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痛点 它得不到这个活动的 真正的拿到用户的数据 另外一个痛点呢 就是说 有些企业它可以来进行 对它的用户来进行互动 打个比方说 现在很多公众都有企业公众号 或者说企业它有多个公众号 它可以从公众号来进行 与客户来进行互动 但是呢 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它是可能是说 对我们单个的公众号的 某一个分组来进行推送 但是对一个集团公众来说 它很难做到 我针对我集团内的所有的公众号 来进行一个二次分组 来进行互动 这是我们那个 AnyDataTools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初衷 关于企业数字营销平台 它主要 它是一个 这个解决方案呢 它是可以部署到 以阿里云为主的主流的 那个云平台上 包括那个 微软的Azure 或者AWS都是可以的 我们通过实时的来采集 全渠道的那个用户行为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对访客来进行微信的识别 然后通过 不断地给用户来进行模式匹配 打标签 然后给它进行二次分组 进行分组 这样的话我们在 企业拿到这些数据以后呢 那我们企业就可以对这些数据 进行利用 比如说进行那个 所谓的精准营销 这样的话就让 数据成为企业的 它的真正的一个资产 同时呢 我们对那个 企业进行营销活动的时候呢 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 我们有一个报表系统 这样的话 企业对这个数据 可以进行那个 活动效果进行实时的一个洞察 这样的话 我们企业 它可以来判断 我这一次活动 我的投放 我放在到底在这个 哪个平台上 它是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比如说我的引流量是最高的 我的那个就是说 那个转化率是最高的 它可以实时的来调整 它的那个广告的投放 我前面讲了 就是说 现实中一些企业的 它的一些痛点 那么我们来构建 这个企业数据营销平台 那么我们主要来达到下面四个目标 第一个呢 我们要进行全巨道的 用户行为数据采集 这个全巨道就包括了 我们一些线上的 我们主流的一些互联网 或者说我们APP 线下的 然后我们用户来进行 对用户进行数据采集呢 我们是可以来对 来自于我们的PC的 或者说来自于我们的 PAD的 手机的 我们采集的那个入口呢 我们现在一个 利用的非常多的是 基于我们那个二维码 因为我们可以在那个 二维码里面 买很多信息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采集的用户 要进行它的微信识别 其实微信识别的话 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我们基于 微信的优念ID 这边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有优念ID 就是说我们一般公司 如果你有多个公众号的话 我们在一个公众号里面 对用户的它的微信识别 是通过用户的OpenID来的 如果说一个集团 或者一个公司 想对它的所有的 它的微信公众号的粉丝 它来进行它的微信识别的话 那么它可以把这些 所有的微信公众号 加到它的开发平台 这样的话 对整个集团来说 每个粉丝 它就有了一个微信的身份 就是它的优念ID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 接手机号码来进行一个微信的识别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 就在每次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 就能知道 这个用户它是来自于 它是通过哪个活动过来的 好比说我们是 马上有双十亿 可能是有些公司 它就会进行一些广告的投放 然后它是通过哪些 这个用户来自哪个区域 我们会在这个 会获取到用户的 它的一些位置信息 然后它从哪些渠道过来的 我们一次活动的话 我们企业它经常 它会在很多的渠道进行投放 比如说我们一些 它有些是通过二维码 它可以通过包装盒上来进行投放的 有些它可能是在线平台 或者说社交媒体来进行投放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用户它来自于具体哪个渠道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整个用户 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来可以给这个用户进行画像 比如说 那用户扫描了我们一个包装盒的二维码 然后比如说这个牛奶的包装盒 那我们在这个 用户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 我们就知道这个用户 它可能喜欢喝什么样的一个牛奶 什么口味的牛奶 然后它消费了多少钱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用户 它经过多次的这种互动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用户来进行不断地进行画像 第三块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营销分析报表 这个报表是我们进行实施分析的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活动来进行分析 最简单的可能是我们PVUV 这个东西我们主流的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来抓 但是我们还可以来进行分析 我们用户的一些触达率 流制率 转化率 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广告投放的效果的一些分析 比如说你的一些页面加载 或者说你的通过分析用户的它的旅程 你看一下在哪些地方可能要来优化你的那个 就是广告投放方式 然后最后面是最核心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来对用户进行一个精准营销 我们通过前面能采集到用户的这些数据 在基于公司的它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平台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那我们那个公众号的管理员 它每次登录到不同的公众号来进行消息的编辑推送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公众号都集成到我们的后台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个入口 来对所有的公众号进行管理 后面我会把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些截图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现有的这些公众号 然后里面的粉丝进行一个二次分组 比如说我们有些公众号 我们是根据可能年龄来进行分组 可能有的可能是根据你的角色来进行分组 然后呢我们我们这个平台呢 可以把你企业里的所有公众号里的粉丝进行一个二次分组 那我这样我对一个从集团的角度来说 那我可以来对所有的粉丝来进一个精准的数据 那个消息推送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优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消息推送出去以后 我们可以来分析我们这个消息的 它的阅读量 它的一些点击量 来看它的一些我们的消息推送的一个效果 这边呢是我结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那个 一个抓的我自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 互动行为的一个截图 这边呢最上面呢是它是这边有一个时间轴 就是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与这个互动的 然后下面呢它是说我是通过什么方式 这边可能就是通过微信这个渠道过来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我最后一次是什么时间来参与我这个活动的 然后再下面呢就是说我这边的话 可能这个投下来可能是有点不是很清晰 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说我最近参与了具体什么活动 这边其实是一个领券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这下面呢是对我这次行为的 我参与这个活动它是那个一个打的一个标签 就是说我是参与了是最近的活动呢是参与一个 可能是圣诞节的一个那个促销活动 基于微信的一个促销活动 然后呢这个是它认为我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它我是可能对那个就是对参与比较感兴趣 所以的话它可以自动给我打一个标签 右下角呢是会我是通过那个微信这种方式来进来的 它就能抓取到我的微信那些基本信息 可能我的图标我的名称 当然下面手机号码邮件是通过流资的方式给抓取下来的 然后在后面其他的一些模块呢 它会把我所有生命旅程中的所有的它的活动信息 我的所有的那个它的它的匹配模式全部记录下来 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是针对具体一个活动的一个那个报表 这个活动的话就是说 它的总共呢我们总访问量 总访问量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能实时的看到 我们这个活动它总共它是有多少次的访问 然后第二块的话上面第二块的话是一个平均价值 是这样的我们是在用户来参与活动的话 我们在用户的每一个初点 初点上都会进行了一个买点 给每一个点位来进行加了一些分值 比如说用户第一次进行加载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说一分 如果用户它进行了那个就是说点取了 比如领券这个具体的某个活动 我觉得可能这个用户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可能五分 如果它最后还把它的资料留下来了 它留下的手机号码留来很油箱 那我们可能说这个用户的确对我们这个服务 或者这个活动感兴趣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来通过这个算平均值 就可以算出这次活动的一个它的一个效果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均停留时间 就是说从这个人开始进来到最后离开 他总共参与了多长时间 最后的话是一个转化率 转化率的话就是说用户它参与这个活动 它到达最后一个步骤 进行一个留置或者产生购买行为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转化过程 然后下面这个图表呢 是我们的是一个关于正式活动的 就是说它的一个叫CPM 以及我们的一个预计曝光量和实际曝光量 我们这个数据都可以实时获取到 然后最右边的话我们是可以再分成每个渠道 我们这个图是全渠道的 然后可以右边有个下拉箭头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下拉箭头来选择 这个活动它的投放渠道 比如说我们是在天猫上投 或者说我们来自于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渠道 这些用户的它的一些曝光量和它的CPM CPM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牵斥展示的时候 它的企业的一个成本 可以把这个全部给企业展现出来 这个呢是我们那个叫转化率的漏斗图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买点 或者说我们其他的抓取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用户 说有多少那个 这个参与了点了这个页面 或者说参与了这个活动 然后在下面它产生了具体的 好比如说它产生了搜索 然后查看了我们的商品 然后到最后的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商品加入购物车 形成一个购买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分析每一个 每一阶段到底有多少用户参与了 这样的形成一个转化率的一个漏斗图 右边呢是这个活动中 可能是有些叫领圈的具体的一个活动 领圈的话我们可以说 多少人参加了 有多少人来领了 有多少人具体消费了 都是一个很好的来反映这个转化率的一个 一个报表界面 然后下面呢我们有三个报表 主要是来分析我们这个渠道价值的 渠道价值的话 我们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核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访问量 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我们这个 我们这次活动 从哪些渠道它引来的流量是最高的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是从渠道价值来进行排名 就是说我们在每个活动上都是有打了个分值的 通过这个分值的累加 我们可以来判断这个渠道它的那个价值 它的总价值 然后第三个呢 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 每个渠道的总价值 在除以它的那个防御人数 这样呢我们可以来算出 我们这个渠道 它的一个平均价值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两个图表 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很直观地 来看出我们的那个 各个渠道的用户的一个触达率 然后它的一个流值分析 这是从主要从一个来考量 我们渠道的它的那个引流量 以及我们渠道的它的转化率 从这两个地方来考量 这次活动的一个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那个图表 下面最后面 下面最后面有一个柱状图特别高 它这个的话就是说 一般那个二维码扫描过来的用户呢 它的流值率会比较高 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在我们活动的 在我们活动的投放过程中 如果这个用户它主动地来参与这个活动 比如扫二维码 那它的一般的流值率 或者转化率就相当于比较高一点 而一般的平台的那个互联网平台的投放 那我们很多时候 它可能是的确带来的流量很高 但是它的转化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这个报表呢 我们是对那个 访客的访问实践分布 来做一个那个统计的 从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来很直观地看出 一周 在一周内 在什么时间阶段 用户 他参与这个活动的参与度会比较高 我们这个很直观地就看出了 一般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 用户来参与活动的 他的那个参与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 我们精准营销 就是微信公众号管理平台的一个 那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 通过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所有人 他的公众号 可以都加载了 这个一个界面来进行管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存储在微信平台的 他的一些粉丝 他的分组同步过来 当然这个数量是在 这个公众号的数量是 微信它是有那个限制的 但是它自己也有后门 你可以以特殊的方式 来突破一些数量上的一些限制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分析 我们这个具体这个公众号 这是拿到我们 NData的一个数字营销 这个公众号来进行分析的 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号本身 它有哪些标签 然后 它里面的这些粉丝 它的一个分群情况 我们这边可以自动化地 给大家打了一些标签 你是可能是 达人 时尚达人 或者说你是那个网购一族 我们都有打了一些标签 然后右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通过后期的互动 然后拿到用户的 它的年龄信息以后 把这些信息 再补充到 我们微信的 它的那个 粉丝的 它的个人属性里面去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男女 以及它的一些地域分布 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讲的 主要讲的是说 我们是通过模板化的一些界面 来进行消息的推送 以及我们是在 在这一块 我们这边的话 是可以来对用户 进行那个距离的分组 就是说我要选择 我集团里面的 所有的公众号 还是部分公众号 还是说我们是 公众号里面的 某些分组 或者说我们自己 定义的一些分组 来进行消息的推送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企业想要进行 消息推送的这些粉丝 然后这个是我们 具体一个消息推送的 一个报表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 很直观地看出 我们这次推送的话 它的总共有 多少点 有多少人查看了 有多少人点击了 然后下面的话 有针对这个 有哪些类型的人来查看了 然后还有一些 可能一些 性别的一些 那个分布图 第二块的话 我就说 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平台的架构 主要从两个架构 一个是我们平台的 我们的应用架构 另外呢 是从我们平台的 一个逻辑架构来讲 具体应用架构的话 其实我们是 这边的话 最上面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的外面层 其实主要就是说 跟用户进行 数据采集的 采集层 然后 当然在这个采集的过程中 我们后面 左侧是进行数据采集 然后右边呢 主要是对活动的一些配置 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些 对数据的一些处理啊 以及我们的报表的一些 服务啊 还有一些我们报表的 具体的一些 报表工具 然后在最右边的话 是我们这边会 说我们采集哪些渠道的 哪些方面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采集一些微信啊 采集我们一些 一些方面的数据 还有对哪些平台要进行集成 它目前的话 我们集成度会比较高的话 主要是基于微信来进行集成的 第二块的话 是我们具体这个应用呢 它用到的一些 是数据库层面 然后再往下的话 是我们最核心的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叫 基因数据库 其实我们主要是 它就是 MonkDB了 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是用来记录 所有的用户的 所有生命旅程的数据 然后在这块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数据 进行加工 然后二次加工 从我们的那个 来为报表来进行展示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这个平台 还可以跟 我们的一些CRM 进行对接 还可以跟企业大数据平台 进行对接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解决发案的一个 一个逻辑架构图了 左车的话 主要是给 那个管理人员来用的 然后右边呢 右边的话 这边的话 是我们讲的 我们所有的粉丝 他与我们平台 进行一个 那个互动的 一个旅程 用户 他的 用户在 参与活动的时候 他会把 我们通过一些 不管是通过 我们那个 买点 节省买码 或者说我们 提供一些 那个API 来给 第三方来调的话 然后他都 需要我们 以我们前代 Web一用程 来进行交互 然后的话 我们会把 然后这边 是我们的 Session服务器 Session服务器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是有多种方案的 我们可以用 传统的SERVER 也可以用Redis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Mongodb 来进行Session的存储 然后我们当然 用户 如果你是 Web一用 来进行采集的话 那我们那个 Session超时以后 我们用户的数据呢 它会进到我们 这一块的 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经验数据库 就是Mongod 数据库集群里面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 我们主要看 那个绿色的这根线 然后我们专门的 有一个叫 数据处理 跟抽取服务 专门来实时地 对这些数据进行 抽取 把它把这些数据 抽到我们的 Analytics这个数据库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来基本的 满足我们 一个基本的一个报表 但是对我们 很多个性化的 应用的话 因为我们每个活动 它的那个 采集的数据 是不一样的 它的展现方式 也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 要有个二次处理 会把数据 再抽取到 我们自己定习的 一个Reporting的 数据库里面 同时呢 在右上角 我们还有一个 叫Reporting Server 这个服务器呢 它主要来提供 我们报表的 它的一些服务 然后右下角 是我们的 是一个Solar引擎 来提供一个 检索服务的 接下来 我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要选 MongoDB了 然后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 企业数据 营销平台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用户行为数据 非常大 而且我们那个 经常我们的 那个单集合 它里面就是说 是超一级的数据了 因为为什么 有这么多数据呢 因为企业都 现在都进行 那个互联网 平台进行投放 它 我们去年 有一个活动 它可能就 短短的 可能一个 一个多月 它就产生了 就是数据的数据 在里面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 互联网平台 进行广告 投放的一个 就是说 效果 特别是 广告 刚刚进行 投放的时候 它有一个 高频发的 这个 读写 然后我们 很多企业 它的那个 活动投放呢 它 它的那个 是今天 累加的 可能 这段时间 它是一个 是这个品牌 进行广告投放 可能在同时呢 它新的品牌 又会启用 新的一个 广告投放 而且我们 每次广告投放 它每个活动 它收集的数据 格式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说 我只了解 简单的用户的 一些基本信息 但是有些 我们要了解 可能说 具体这个人 是来自什么地方 他留下了 哪些资料 或者说 他才中奖 他中了什么奖 我们这些数据 都要记录下来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 一个实时报表 实时报表的话 对我们的就是说 那个 读写 那个性能要求 就比较高 另外我们还会 存放我们 大量的日志 主要来做 后期的一些 那个排查 然后呢 这边的话 那个 MongoDB 它 我这边主要列了 就是说 它有这个 五大特点 来吸引我们 来使用MongoDB 第一个呢 它是高频化的读写 然后呢 关键的是后面的 这两点 我是非常看重的 一个是文档型的 它的呢 就是说 无死给马结构 因为我们 这活动 它的收取的 这个数据呢 它是很灵活的 我们不可能 一开始把 所有的这些结构 全定义好 然后我们 而且它 MongoDB 它支持组成 复制 还进行水平扩展 这样我们 在实际的 我们那个项目交付的 过程中 我们就会遇到 它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一个 简单的集群 可复制集 就能支撑了 但是运营到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呢 可能就遇到了 我们的存储瓶颈 也会遇到了 我们一些的 读写评件 当然我们还 MongoDB 还有很多一些 开源免费的工具了 我们来帮助我们 来进行那个 提高我们的 开发的一个效率 然后它还支持 那个辅助收银 这是我们 对于那个 非关系型数据 顾客的话 我们非常看重的 这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 有那个很多的 除了我们 收集数据的时候 进行写操作 我们在进行 报表的 展示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的 是读操作 然后这个图呢 是我就 后面我截了两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说我们是 采集到的用户的 一些基本 它的一些信息 我们会 这边呢 我们会拿到 我们用户的 它的一个 它的 我们是 这块呢 是它的 我们是 它的微信识别的 方式 这个呢 是我们是 用户的那个 微信的 UniID来拿到的 对用户 进行微信的识别 然后呢 一通过微信的 UniID来进行 微信识别的话 我们就会 能拿到 这个用户的 它的一些 基本的 它的信息 它的OpenID UniID 然后它的一些 昵称 它的性别 这些基本的信息 都可以拿到的 这是那个 腾讯它是 开放出来的 然后还 下面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会 具体这边 有个活动的 一个列表 活动列表的话 就是说我们 用它来收集 用户在每次 活动中 收集到的 用户数据 这个节奏呢 就是说 我们结的是 用户的 一次访问的 过程中 它记录的 用户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是它这个用户 它的ID是多少 它从什么 时间进来的 它什么时候 结束的 然后它从 哪个渠道进来的 然后这是 它的地理信息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是 它是 这边有个叫 Satiname 它从哪个 投放平台过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 叫Pages Pages的话 是说 用户参与 这个活动的 过程中 它访问了 所有的页面 以及里面 页面里面 我们所有的 买点位 全部收集在里面 第四章呢 我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在MongoDB 我们实践过程中 我们的 一些眼睛字录吧 第一个呢 首先我们 BOOS的方案 都是基于高可靠的 那个高可用的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 基于一个 我们第三方的一个平台 叫CityCore这个平台 来做 来做我们的 基本的那个 就是说 平台 所以呢 我们 CM平台呢 主要是进行 我们的 活动的一些管理 然后City平台的话 就是Content Delivery平台的话 我们主要是用来对 是我们一个 Web平台 购物网可以访问的 这样呢 用它来 来收集用户的 它的所有的数据 处理 一开始 我们主要是通过 那个Arbitur 叫主从结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 高可观的状态 因为这样的话 数据的话 它可以 注留在 两台平台上 两台数据库上 左边的两个数据库 一个组 一个重 如果当一台 遇到问题 另外一个 可以把它切为组了 后来呢 我们就随着 那个数据 越来越多 可能我们 对报表的处理 还有对 冗余要求 我们就选用了 下面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还是三台服务器 这三台服务器的话 我们主要是用的 叫主从从 这种方式 这样呢 我们就 对数据的冗余度 就会提高了 另外一个 对它的那个 读写的性能 也适当地有些 那个就是 压力减小 特别我们可以 从服务器上 来把我们的那个 数据 来进行一个 来进行抽取 或者说 我们从服务器上 来做一个 来进行那个 备份 然后呢 我们那个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我们 现在的 我们有些客户呢 他的 头发呢 就是他们这个 在使用蒙古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 磁盘瓶颈 也遇到一些 它的那个性能瓶颈 就是一些 读写性能瓶颈 然后我们基于我们 这个 Sedical这个平台 以及那个 我们具体的应用呢 我们就是说 也结合蒙古的 它一些官方的推荐 我们就是说 使用了分篇机制 加 加那个 可用性级 组合起来 来形成 一套解决方案 首先呢 我们这边呢 是我们的 后台的那个 就是说 是我们后台的报表 活动管理 以及报表的 平台 它主要是 提供 解决一个读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这边 CD服务器的话 以多台CD服务器呢 它主要来 处理用户的 它的一些 行为数据 所以我们 它的主要是 一些写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MongoS 这个我们它的 路由机制 然后来 把每次请求 来 发送到我们 对应的一个 分篇 分篇上来 在每一个分篇里面 我们还是使用了一个 主层层的 这个高可用的 高可用级 然后 在我们 我再把我们的 那个系统的 那个 就是说 它的 逻辑架构图 再拿过来 但我们 在实际的项目 运用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遇到 一些瓶颈问题 第一个瓶颈问题呢 其实 坦白来说 就是说 我们用 并发性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 web服务器 它有一个 那个就是说 请求瓶颈 好比你的 CPU 你的那个 内存 这个问题相对 比较好解决 我们主要是通过 水平扩展来的 就是说 我们扩展我们的 web服务器的数量来 然后呢 这边 其实我们 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塞线 我们把用户的数据 从塞线往 那个Mongo里面 进行推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也没解决 其实厂家也没 就是说我们 有一个厂 这个平台厂家 他们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 Sexover来做我们的 塞线服务器的 在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说 会出现很多的 你塞线超时了 它的数据 并没有把它 那个清除掉 所以我们的塞线服务器 注留了很多数据在里面 当然了 就是你的请求量 非常大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从那个 这根线的话 就是讲到我们的是 把Session往Mongo里面写 然后这个点为呢 是我们要对我们的 Mongo数据 进行处理加工 因为我们的报表的话 不可能对Mongo数据 直接读写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 叫Aggregation and Precinct服务 来对我们的那个Mongo数据 进行那个 数据处理 把它转成 把它数据 转成到我们的 Session数据库里面 同时呢 我们做 各性化报表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我们已抽取的数据 进行一个二次的抽取 来减少它的 为了提高性能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 来减少我们这个 数据的它的颗粒度 然后在最右边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报表服务 有时候会 也会出现瓶颈 当你在 你的那个 在一个页面上 你价值的报表数量 数量多的时候 或者说 你的具体某个 报表展示方式的时候 也会有些瓶颈 然后呢 当然在我们的 Solite Index这块 就是XDB 它的Index这块 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后面我会介绍一下 具体怎么来处理的 首先那个Session 往MongoDB这一块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抛开我们的Session 本身的话 我主要是讲到 基于我们实际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我们踩的一些坑 然后整理的一些建议吧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把 建议把我们的 就是MongoDB呢 它的那个 你的数据盘 跟日子盘 要分成不同的瓶盘 来进行存储 再呢 如果你把它数据和日子 都放到一个盘的话 你这个单盘的 它的读写压力会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你要调整 你的那个 叫WireTiger的一个缓程拉小 这不要让MongoDB 有时候太赞用你的内存 然后有时候 你的内存赞用太高 可能影响了 其他的一些应用 然后的话 第三个呢 说我们要创建 合适的Session 并不是说 我们所有的Session 都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这如前面的 有个嘉宾说的 其实我们 创建所有的 这个顺序会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查询里面 特别是你的这个查询 里面你这个 建立所有的这个 顺序会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 写了一个 使用内网IP 为什么要写了这个呢 是我们是 有一个应用是这样的 我们是 我们放在Ager平台 China和Ager Global的话 它其实是完全隔离的 如果你 那个 那个 不构建一个 就是说 VPN通道的话 它就走着公网 走公网的话 它 你的那个就是性能 就一下子降到很低 所以我们就是说 对特别是 有些可能跨国公司 他们会涉及到 可能说他们通 他们会把他们的应用 来部署到他们 就是说Ager Global 或者说Ager China 上来进行的部署的话 我们就是说建议它 通过那个 构建Site to Site的 一些那个VPN通道 来通过使用内网IP 还有一个就是说 优化我们的连接词 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我们 设置你的一个 每个连接的一个 闲置的等待时间等等 然后还有一个 将近我们Log的级别 我们就是说 有一次应用的过程中 其实就卡在这边 我们那个一开始 记得那个Log 对于用户 并发量非常高的时候呢 它的Log 记得那个Log 会造成了我们的 写瓶颈 然后就是说 它的性能一下子 降到很低 最后我们是来分析 我们那个就是说 Web服务器的当本文件 是当本文件 然后来进行分析 发现是 对于中心卡在 蒙古DB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是来 降低我们的Log的 一个级别 当然了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所有的数据盘 我们都建议用 那个固态硬盘 然后那个 蒙古DB 它是非常吃内存的 尽可能内容 增加一些内存 如果是说 有的时候 出现系统瓶颈的时候 然后最下面的话 是它是 蒙古DB官方的 一个性能监控工具 我们在有个项目里面 就是说也 借助这个工具 快速地 查到一个原因所在 这个应用的场景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 在客户的UIT环境 往生产环境 做迁移的过程中 我们本来是 给这些蒙古DB 这些数据库 勾建了索引 结果在 往生产环境 清移的过程中 我们要来清理数据 结果清理数据的过程中 把那个索引 不足够给清理掉了 结果就发现 我们在UIT阶段的时候 也发现 这个性能非常好 就是说 为什么到了生产环境 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我们会借助这个工具 去发现了一些漫查群 然后很快地就发现 原来就是我们的 把一些索引 就是说没使用好 然后的话 关于那个 我们左边的主要是 具一个水质的 一个那个 就是说性能的提升了 然后右边的话 就是说我们 如果对于一个 水平的一个扩展 就是说如果你这边的话 如果有一些 读写性能瓶颈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 使用复制级 来进行读写分离 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你还遇到 你的存储瓶颈 以及那个 可负之急 如果解决不了 你的问题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那个 使用的分片 这个机制 然后在这里 一点就是 选择这个 在使用分片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选用 片件 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 蒙古的 这个 进行分片的时候呢 它 就是说 有三个 核心的点 我们要考虑到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片件 就是我们这个 要很快的 就是我们查询的时候 也很快的 要能定位 就是说 查询到这个数据 另外呢 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据的分布 你这数据分布在 哪些分片上 它怎么来进行分布的 你不能到时候 我们一个分片上 存在90%的数据 另外一个分片上 存在可能10%的数据 然后 这边的话 我就讲一下 关键我们 蒙古DB 到我们那个 Aggression这个条由 最快的话 就是说 我们是 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 我们就是说 增加我们的 这个 Aggression和Persession 这个服务的数量 来增加它的 读写的 进行数据抽取的 一个 那个服务器的数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尽可能从一些 从节点的数据 来进行读取 因为 我们这边 讲的是实时性的 一个报表平台 但是它还有 适当的 可能是 一些延迟 它可能 以多少分钟 的一些延迟 它是以分钟级的延迟 然后我们的 报表数据库呢 其实报表数据库 主要是Sixover了 我们 发现我们的 报表数据库 是非常吃内神的 因为我们 凑取过来的数据 会越来越大 而且呢 我们这个报表数据库呢 它要往 再往我们Sola里面 来做那个 就是说 索引 所以我后面 再来讲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可以来 调整我们 凑取的那个 频率 和那个数据 对列的大小 我们可能 一开始可能设 就是我们 设的是 我们每五分钟 来凑十万个条数据 但如果你发现 你的 就是说 你的服务器的资源 还是可以 还足够的情况下 然后 但是呢 你这边呢 数据抽取的 这个 效率降下来了 发现你的 报表里面 看不到实质数据了 那我们可以来 调整我们这个 数据的那个 数据频次 以及我们这个 处理的对列大小 好比说 你每一分钟来 抽取的那个 十万条数据 这样一下子 就是它性能 提高五倍 然后那个 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些项目中 就遇到那个 就是加碼内存 那个 一出的问题了 我们用了 收了来做 那个 就是我们的 收拾引擎部分 然后我们就发现 它默认内存是 五百兆 当我们呢 就是说 存储的数据 我们数据非常大的时候 他很快就把 这个五百兆 就撑爆掉了 然后发现 我们收了一出 引擎 一档掉 造成我们整个 应用平台 无法正常访问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修改它的 Mongodb Solab Solab的它的 那个 这个加碼内存 我们 你把它改成 两G到 5G 这边 我们在一个应用上 来这么来使用的 然后 最后的 这边呢 是讲到我们 是那个 报表的调用 报表的调用的话 这边的话 我们是那个 讲到我们数据 怎么来说 我们 Anetics这个数据 再往我们的 Reporting这个数据库 来进行 数据抽取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 尽可能的 针对每个活动 把我们的这个 报表 做相互一个独立 这样呢 就是减少你的 数据的那个 处理量 另外呢 一个就是说 我们根据 具体的活动 如果你这个活动 是非常长的一个活动 那你这个报表 可能是有时候 它是按天来考量的 如果你的活动 是很短 那可能是按小时 来考量的 我们来降低 我们这个 数据的抽取维度 在做数据报表 展示的过程中 它就有非常好的 一个性能提升 另外就是说 对于我们 任何数据库的 那个 部署 我们都进行 读写分离的 然后 我们来 对它来进行 构建合适的索引 好的 这边呢 我的那个 讲的内容 就基本是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 感兴趣的内容 欢迎大家来提问 感谢大家 建议到现在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那我们感谢我们冯总 对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演讲 谢谢 然后因为离中午呢 还有一段的 一小段的时间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团队的同学 一会儿大家结束的时候呢 有一些 蒙哥DB的一些问题啊 都可以来自信大家 首先就是我们呢 最后面那个林星 张有东 大家应该是 学习蒙哥DB 应该看过很多 他写的云西上的一些文章啊 对吧 大家有 有有任何的 这个技术问题啊 使用的困难都可以咨询他 还有我们的那个 林 林云也在这里 还有 明眼 后面那位同学 还有刚才我们做 做监控的那小伙子 那个陈可任 对 都在大家 我们都团队同学 基本都在这里 所以一会儿结束的话 大家有问题 可以跟他 跟他们一起 那个深入交流一下 那今天我们上午的会议呢 就攒约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